我是王振华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 铁峰老师好 铁峰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 观众朋友如果您总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或者想知道怎么吃更健康 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提出您的问题 铁峰老师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到老陈家里去看一看 你也这东西这么好 大孙子 大孙子 干嘛没啊 这么费劲的吗 爷 我正中的跟你谈一次 下次有人再往那家拿东西 要不然你就自己拿 如果你再想让我去拿的话 你就别再催我了 不怎么现在让你干点活这么费劲吗 费劲 那五十多鸡的东西全我一个人搬 你在前面又唱歌又扭腰的你就上楼了 断练练好年纪的人嘛 对不对 这次又拿的啥呀 这回我跟你说是那个我老家那边哈 那天天你拿的黄豆 我求求我老家这帮爷爷的真 爷爷呀 那黄豆你说要他干啥 你本来我就不爱吃黄豆 你说这一下整回来五十多鸡 我哪更能天天做的 你让我俩吃饭 你说你这孩子一天你爱吃的那个他都营养了 你看人家说的 这黄豆能预防三高降打不准的 咱们能不能别一说什么东西不好吃 你就给我扯了营养了 你说你在哪看的呀 你这些理论的 你不信我行 等我再给你查一查 你看 还说这个黄豆啊 它有植物肉 还有绿色牛奶的称号呢 你这咋啥也不信呢 都什么年代呢 怎么还在网上看这些文章 那网上说的 但它有一百分之一是正确的 我跟你说咱们都得老健看 那谁说的对 你找个人的 这事呢 那我就问问铁方老师 我真不信了 就一个小黄豆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观众朋友 从这个昨天开始啊 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几道题 大家需要呢 把这些题呢 都记录下来 然后在之后几天的节目里 我们会开放我们的答题系统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就能参与这次的答题活动 我们每天呢 有三次答题的机会 每次五道题 如果您在规定的时间内 答对所有的问题 您就能获得最高 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呢 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呢 有各种各样 我们身体需要的膳食营养素 希望大家拿好纸笔 好好记录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黄豆 到底有没有老陈说的那些作用呢 就是有没有作用吧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和他们家那孩子一样 我是不太喜欢黄豆 我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觉得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好吃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妈妈跟我说过 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吃一种零食 也是用黄豆做的 叫做这个崩黄豆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和这个爆米花差不多吧 每次提到这个事我妈都感慨 哎呀这个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买不着了 就是关于黄豆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记忆 我对黄豆是有好印象的 不是像你说的说不好吃 你要说不好吃吧 你好歹吃的是熟的 我吃的是生黄豆 生黄豆 肺牙 我跟你说王老师一说你就能明白 他们可能不知道 小孩啊 他有的时候吃多他容易饥食 这个时候就有办法 我们家我大舅啊 我舅舅是国一大师 哦哦 东北小儿王 哦这都知道 专门治小孩病的王列 嗯 也94了都要今年 嗯 教给我们一个方 把生黄豆 成粉 生黄豆 腥子好好感 然后拿水冲花灌下去 就都吐出来了 你说这挺好的一个 让大家谈谈这个黄豆 有没有老陈说的作用 这可能好 你们都开始回忆起来了 这太不像话了 既然你们都谈了 我要不谈一谈也对不住大家 我也来谈谈这个黄豆 我也能记得一件事 就是我小时候 我妈经常做黄豆酱 我有个任务 就负责搅这个酱缸 那个味道特别大 现在想都不敢想 想起来我也跟铁方老师一样 我在意的是感受 所以到现在 我都无法正视这个黄豆 行了咱的回忆就到这 要不咱们这期的节目 就改名叫童年的回忆了 有点这意思 铁方老师 这个黄豆到底有没有 这个老陈说的那种好处呢 这话吧 你要这么问的话 得这么看 首先 这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这黄豆呢 它也是我们血管清道夫当中的一员 莫凡 莫凡 你看呢 你可以把这第二张撕开 好嘞 我来 你看这手笨 笨手笨脚 你看这个黄豆 你看它后边有括号 写什么 发酵 发酵 你知道吗 这个干黄豆啊 它里面含有大概40%的优质蛋白质 这真是好东西 就这比例 比其他各种各样的粮食啊 都高 而且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是第一 第二 一斤黄豆里 它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两斤瘦猪肉 或者是三斤鸡蛋 所以呀 叫植物肉 黄豆又叫植物肉 或者叫什么呢 绿色牛奶 而且这个黄豆里的脂肪含量